我們來看這個達妮齁在這個異級劇情齁 就連什麼也沒有 那這個體言就是名詞 名詞加達妮齁 就是說它是一個比較文言文的一個表現方式 是比較文言文的講法 就連什麼也沒有 那他口語的同意識的劇情有什麼 三個時內 三個時內是聖字 時內是沒有做 聖字沒有做什麼 就連什麼都沒有做 那可以還有什麼 全是完全 所以全是完全沒有做什麼 那這個劇情你就是背它的官用劇就好了 因為它就是那幾個 我們看第一個 人打にしません 這個微動就是稍微的動一下 微微的動一下 人打にしません就是什麼 就是一動也不動 或者是連小小的動搖都沒有 連小小的動作都沒有 連小小的動搖都沒有 叫做人打にしません 或者是 人打にしない 這個打に是連 所以連稍微的動一下都沒有 就是一動都不動的意思 我們看一下 人打にしなかった 一樣 連動一下都沒有動 連動都沒有動 一動都不動 我們來看一下 想像就連想像的 就連想的都怎麼樣 就連想的都怎麼樣 沒想過 就連做夢都沒夢到 就連做夢都沒想過 就連想都沒想過 全部都是官用劇 然後你只要背這些就好了 因為他幾乎都是考這些 你在任何文章幾乎都是這些 其他的很少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句 誰が 剛才要主詞哪一個 所以誰 じゃましおとも 好 這個 這個とも 有那個即時的意思 好 寫下 とも 有那個ても的意思 即時的意思 那你這邊是一字型嗎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邊是怎麼來的 我們看一下 你這個死路改成 喜悠是一字型 有沒有 那一字型有什麼意思 一字型有想的意思 那你後面這個ても是什麼 即時 有沒有 所以 即時誰想要 好 所以即時誰想要來打擾 有沒有 はい わたしたちのけそく 好 這個結束跟中文的漢字的結束不一樣 日文的結束是團結的意思 寫下 日文的結束是團結的意思 那 びとたにしません たに是連 微動是稍微動一下 しません也沒有 所以什麼 移動也不動 或者稍微動搖也沒有 所以 所以 しよう是想 ても 這個ても 即時意思 所以即時 誰想要來妨礙我們 想要來阻擾我們 我們的團結 結束是團結的意思 びとたにしません 我們的團結 移動也不動 我們看一下 不管誰要來阻止妨礙我們的團結 那 不管誰要來阻止 誰要來妨礙我們 那我們的團結 一動也不動 所以我們的團結連小小的動搖也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非常團結 我們看一下 その古い松 松の木 松的木就是松樹 松的木就是松樹 古い是舊的 松的是那一個 所以那一個 古老的松樹 這個藍 這個藍 是暴風雨的意思 寫一下 阿拉西 是暴風雨 那你前面這個大 就變成什麼 おあらし 就是大暴風雨 びとたにしない 移動也不動 所以那一棵 古老的松樹 在這麼大的暴風雨 爆風雨裡面 它移動也不動 就是 好 有沒有 就是說那個松樹 很怎麼樣 抓地力很強 很大顆 這麼大的台風 這麼大的暴風雨 要撼動它都沒有辦法 有沒有 要吹動它都沒有辦法 下看 むかしのこいびとと と と是和 和以前的這個戀人 就是男女朋友 の さいかい さいかい 再會 就是再次相遇 再次見面 為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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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 是見面 那你這個 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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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我們的心臟蹦蹦蹦跳 我們的心臟蹦蹦跳 那我們心臟蹦蹦跳是什麼 心臟蹦蹦跳是什麼時候心臟蹦跳 緊張 還有什麼 跳舞 我們很恐怖的時候也會心臟蹦蹦跳 緊張的時候恐怖的時候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興奮 興奮 興奮叫什麼 所以這個 你看一下 恐怖 所以我們這個Doki Doki 是心臟蹦蹦跳的聲音 那心臟蹦蹦跳的聲音可能是什麼 緊張還是 緊張 緊張 恐怖 恐怖 NATO 直接等等的情緒我們心臟蹦蹦跳 好沒有 好 那你這個 這個Doki Doki 你看一下這個是Toki Doki 這個Doki 是10 這個Doki 是寫兩次 這是疊字 所以Toki Doki 是偶爾 偶爾 但是我們這邊是Doki Doki 我們這邊是Doki Doki 就是心臟蹦蹦跳 心臟跳很快 心臟蹦蹦跳 心臟蹦跳 心臟跳很大聲 好 好 代表緊張 恐怖 興奮 那我們這一句 MUNE跟Doki Doki 死路 啊 我 這MUNE是我的心裡 很 很 很興奮 很興奮 還是很緊張 有沒有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翻心臟跳的不停 心臟跳完就停 心臟心計啊 心跳的很大 有沒有 好 那我一下看 所以 所周十二大二 就 怎麼 就連用想的 想說 啊 跟初戀女友 有沒有 瘋子跟Doki Doki Doki 心臟蹦蹦跳 有沒有 心臟就跳很快 心臟就跳不停 就是 好 下去 我還是跟Joyu Joyu 好 Joyu就是女演員 叫Joyu 我們看一下 9U,女U就是女演員 男演員叫什麼?男演員叫單U 配音員叫做誰U 演員總稱叫做嗨U 演員叫嗨U 那跟比較我們比較不同的是日本的配音員他的收入 日本有很多很大牌的配音員他的收入是很高的 因為日本的那個動畫 還有什麼電影還有什麼卡通 什麼非常非常多還有廣告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們的大牌配音員可以賺到很多錢 因為台灣的還是香港的中國配音員 我不知道可以賺那麼多錢 我知道台灣的配音員就是好像 不是都就是薪水可能都蠻少的這樣子 很辛苦的工作卻賺不到這麼多錢 所以其實也不太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 9U,女演員 單U,男演員 誰U配音員 猴U演員 ושieyū,男演員 9U,女演員 就是只當演員 哦 頭她是什麼、竟然 頭 Culns 頭 programs如果是逆街的話我們翻竟然 前後句有衝突的 founding是竟然 所以竟然當你演員 我竟然當你演員 夢魂, europa, 是在夢裡 ユメ補 Shannon, 就臉在夢裡 想不到 我就連在夢裡都沒想過 我想都沒想過 我想都沒想過 想都沒想過我們應該翻 做夢都沒想過 因為他有個夢 做夢都沒想過 做夢都沒想過 我可以當英雅人 台灣的話比較有沒例子 就是那個 四哥 以前有個小虎隊 小虎隊裡面會後空翻 烏騎龍 烏騎龍好像原本是 我看 我是個電視小孩 我看很多電視 聽說他是 當兵退伍都在百夜市 然後 有那個星探發現他 Skoud 這個 Skoud Skoud 是挖腳的意思 挖腳 挖腳 就是那個星探 星探在路上 看到這個年輕人長得好帥 這個女生長得漂亮 然後就地名片給他 說你要不要去 我們公司 當演員還是當模特兒 這個叫Skoud 我記得是這個 因為我看那個日本卡通有看到 讓我們看一下 星探挖腳 星探挖腳叫做Skoud 有沒有 星探在路上 看到那個 這個寫一下 背一下 那我們 Skoud 是挖腳 就是星探在路上 挖掘那個 星探挖腳 好 解一下 所以他這個 這個人我在想 他可能 他做夢都沒想到 自己可以當女演員 他可能在路上 被星探挖腳 那我們剛剛講到什麼 我們剛剛講到 他就是 當兵退伍 台灣的話 男生要當兵 退伍之後就是 就擺夜市 然後他就 他長得特別帥 然後星探就 就看到他 然後就 叫他去 要叫他去當演員 然後他打死都不要 他說他認為演員 賺不到錢 生活不穩定 然後那個星探就 就是聯絡他媽 就是找到他媽 然後跟他媽 打了半年的電話 然後 然後才把 就是他才去 那個什麼 去試試看當演員 這樣子 然後後來 他就組成 跟另外兩個人 組成小虎隊 這樣子 所以他是被挖腳半年 因為他覺得 這個不好賺 好 所以這個字叫 Scout Scout 是挖腳 等一下 好 下一句 這個跳過來 我 我 私が 総理大臣になる なんで 我們看一下 総理大臣 就是我們講的首相 就是首相 內閣總理大臣 又叫做內閣總理大臣 為什麼 首相 什麼是首相 沒有聽過什麼 英國首相 日本首相 只要上面沒有 什麼時候 什麼是首相 你的上面沒有 國父 等一下 你上面如果沒有國王 大部分的國家 你上面 國父 你上面沒有國王 你上面沒有什麼 九歐 你上面沒有女王 你上面有國王 你上面有女王的話 你上面有國王 然後治理國家是誰 就是首相 首相有點像我們 古時候講的宰相 所以是 修修 修修就是首相 你上面有國王 你上面有女王的話 你 那如果老百姓 能夠當最大的官 就是首相 那首相可以組內閣 哪一角 那最最早的那個 內閣制度 是從我們 中國的明朝 明朝 我們中國的明朝 有什麼內閣首輔 所以 首相就是內閣首輔 那日本叫做 內閣總理大臣 內閣總理大臣 有沒有 那他可以組內閣 首相可以組內閣 有沒有 所以他就叫做 內閣總理大臣 然後簡稱叫收利待經 簡稱叫總理大臣 簡稱叫總理大臣 懂嗎 可是你如果上面 沒有國王女王的話 那個國家最大的 就像美國 美國我們最大的 那個叫什麼 總統 日文叫代統流 代統流就是總統 如果你再講一遍 你上面有國王女王的話 那老百姓都當最大的官 就是什麼 就是首相 首相 首相就是我們古時候的宅相 那首相可以組內閣 所以首相要叫做 內閣首輔大臣 他又叫做內閣總理大臣 好 這樣子 我們現在看到 好 這個難得是難道的意思 等等的之類的 好 那我們來看這一句 所以 私が 所理大事になる 一個職稱 一個職業家 你要是當什麼職業 所以 我當 我當首相 我當總理大臣 なんで 等等之類的 等等之類的 等等之類的事情 我會當首相 這個 這種事情 有沒有 之類的事情 若い頃に 在年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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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 就連想像 死なかった 都沒想過 就連想都沒想過 所以我年輕 連想都沒想過 我會當首相 好 好 叫我們看懂 好 叫我們 晚安